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2节有一个perplex 12节 amazed and perplex amazed指的是说他非常的惊讶 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 很不了解 perplex的意思就是 只说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困扰 已经有一点困扰想不明白的那种困扰 perplex 这件事情我就不懂了 比如说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 怎么怎么他就他一下就升迁了 升迁上去了以后 马上就成了我的主管了 这件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的 其实我不知道他在后面可能送给老板钱了 或者他是有势力的 他家里面家族有背景 其实也许我不明白 所以这个perplex就是造成一个人 很困惑 很困扰 就是一直都想不明白的那种 叫perplexed perplexed 什么事情困扰你 让你想不明白的这种问题 都可以讲perplexed 老师跟刚刚那个你讲的 刚刚那个wilderment 差不多 bewilderness bewilderment bewilderment的话呢 是这个perplex是已经到困扰 困扰到我一直想一直想通通想不明白 就人会在那里一直打转的那种感受 wilderment的话指的是说这个人就是很困惑 很疑惑 但是不见得在那里一直打转一直打转 这个perplex已经造成一种困扰 我心里面对这个事情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很奇怪 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了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这个会一直在那去一直去思考 一直持续的去 但另外一个就不会 就是bewilderment 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 好的谢谢 OK好 这两个字有一项同意词 比较是同意词 但是perplex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点点是说 他有一点已经困扰到你做决定都不能做决定 perplex有这个意思 而且特别是说你好像你面临到 比如说我刚好面临到要做一个决定的事情 我做不了决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疑惑 所以perplex有这个意思 他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的那个替换 但是bewilderment的话只是强调他那种疑惑的情况 perplex的话已经让你困扰你一直在那里想一直在那里想 到你很多事情你可能已经不能做决定了 那个造成你的困扰 他特别强调就是困扰这件事情困扰 而且是你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就想不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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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